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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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就是指城市 那封城呢 就是说里面的人不能出来 只有本来就住在那儿的人 可以进去 嗯 这一次啊 我的家乡也特别的严重 所有的高速公路都封了 就连城市里面的公交车 都没了 嗯 那真的是挺严重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些其他类似的词 像是风山啦或是风路啦 其实啊 很多的公司和学校也受到了影响 比如现在就有很多人都不能去公司上班 他们都在家工作 而且有很多学校现在都已经开始用网络上课了 清玲啊 我昨天看新闻 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两百万人确诊新冠肺炎了呢 嗯 虽然这个数字挺可怕的 但是我觉得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了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先来看看确诊这个词 嗯 那确呢就是确认的意思 诊就是医生检查的意思 所以确诊的意思就是经过医生的检查 确定得了这个病 那我来举个例吧 现在呢有那么多人确诊 出门时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 例如戴口罩 你说的对 你刚刚啊就提到了防疫 我们先来看看防疫的意思 嗯 防疫呢就是通过一些手段和方法 来让自己不要生病 所以防的意思就是 做一些事非常的小心 易就是流行病的意思 没错 像我们现在进出商场啦 都要量体温 还要用酒精来消毒双手 嗯 说到这个酒精啊 现在变得非常的难买 我在家里啊就准备了很多的酒精 还有口罩 每天小朋友去上课的时候 我也要帮他们量体温 这些啊都是防疫工作的一部分 没错 没错 另外政府还告诉大家 没有事的话就不要出门 尽量减少聚会 嗯 有感冒的话 当然就不要再搭公交车了 嗯 还有更重要的是 人与人之间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 嗯 保持社交距离啊 也是防疫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保持这个词 好的 那保持呢 就是长时间都是这样 不变多也不变少 例如我们会说保持小心的态度 或是我跟庆林之间保持联络 那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保持好心情 嗯 说到这个保持啊 我想到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那就是瑜伽 我每次上瑜伽课的时候 老师都会说 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 哦 静凌 原来你有做瑜伽的习惯啊 你知道吗 人家都说保持运动的话 身体会比较好 就算确诊了新冠肺炎 也会好得比较快 嗯 你说得太对了 本来啊 我也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 但是自从这个疫情 开始流行起来之后 我就想找一个运动 适合自己的运动 可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抵抗力 我觉得瑜伽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啊 而且瑜伽呢 可以在家自己做 这样子也可以跟人之间 保持距离了 嗯 说得没错 圆浩你也可以在家里面 尝试一下 说不定你也会爱上瑜伽 嗯 我们再回到对话当中 对话当中 他说的是 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那什么是社交距离呢 社呢 就是社会 交就是交际 互动 所以社交 就是指社会上 人与人的互动 嗯 比如我们一起参加活动 一起喝酒 一起聊天 这些啊 都属于社交 另外 社交距离中的距离呢 是指东西和东西间 有多远 那社交距离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有多远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社交距离至少保持在一米以上 我昨天去一个餐厅吃饭 我就发现 诶 这个餐厅的座位之间 都放了一个板子 就是为了让大家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欣灵说的没错 最近去便利店买东西 排队的时候呢 也会看到地上贴了一些贴纸 就是要大家保持好距离 嗯 我听说啊 一些国家对这个社交距离 要求非常的严格 比如像新加坡 他们啊 如果看到你 没有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还会罚钱呢 所以保持社交距离的目的呢 就是要减少大家接触到病毒的机会 嗯 因为病毒很小 人的眼睛看不到 如果病毒进到身体里面 我们就会生病 这次的新冠状病毒啊 又特别的狡猾 潜伏期又很长 嗯 那这里说到了潜伏 潜伏就是藏着 等对的时间到了再出来 而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呢 它有十四天的潜伏期 嗯 但是元昊 我听过有些患者 二十几天才确诊的 潜伏期真的很长 是啊 那这些患者的潜伏期 那么长 岂不是很容易 影响到别人吗 嗯 我们再来看看 患者这个词 我们再来看看 患者这个词 I gave learning Mandarin a shot but then I realized I really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commit to it Folks who felt this way love ChinesePod Recap. In as little as 90 seconds a day, you can refresh what you've learned so far while adding a bit of what's new to your daily learning, an innovative language learning tool to fit the busy fast-paced lifestyle of today's professional. 患就是生病的意思, 者就是人, 所以患者的意思就是生病的人, 但是要注意的是, 病人不会叫自己患者, 一般是医生或是其他人叫生病的人为患者。 没错,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在患者前面加上病名, 例如新冠肺炎患者或是高血压患者。 那袁浩, 你知道新冠肺炎患者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嗯, 我知道, 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状包含了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 还有吃东西, 闻东西的时候没有味道。 另外, 也会有拉肚子和身体酸疼的症状。 嗯, 所以症状简单来讲的意思就是, 在你生病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状态, 比如咳嗽啊, 拉肚子, 这些都算是症状。 嗯, 但可怕的是, 有些患者他们没有症状, 所以他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 嗯, 刚刚袁浩说到了感染这个词, 感染啊, 就是一些东西浸到身体里, 让你生病了, 我们就可以说感染。 那我来举个例子吧, 最近呢, 如果有一个人体温高达38度, 又有咳嗽, 呼吸困难这些症状, 那他就有可能感染了新冠肺炎。 但是我们也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 哎呀, 我的伤口感染了, 意思就是, 他本来有一个伤口, 但是没有好, 因为一些原因变得更严重了, 我们就可以说伤口感染了。 另外还有一个跟感染很像的词, 就是传染。 传染啊和感染很像, 一样是脏东西进到身体里面让一个人生病,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传, 是指一个传给一个。 例如, 我生病了, 没多久, 我家人也生病了, 可能就是我把感冒传染给他们。 嗯, 所以啊, 我们不能说我感染给他, 应该说他被感染了, 或者说他被传染了。 没错, 那另外呢, 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就是现在用手摸眼睛, 嘴巴, 鼻子, 也有可能造成病毒感染。 所以当非常可能发生危险的时候, 我们会说风险很高, 那不太可能发生危险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风险很低。 嗯,最近啊, 在这个特殊时期, 每个人都在谈风险, 因为无论做任何工作都有风险, 所以很多人选择在自己的工作之外, 做一些其他的投资。 诶, 元昊, 你有没有做一些投资呢? 哎, 你可真是说到我的伤心处了。 前阵子我买股票, 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股票的价格一直下跌, 我赔了很多钱呢。 哦, 元昊, 你说的这个啊, 就是投资风险。 所以像我这种胆子小, 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人, 是从来都不会买股票的。 没错, 不但传染风险高, 投资风险也非常高呢。 嗯, 那我们再回到对话当中, 这个老公为了工作, 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去另外一个城市。 所以啊, 老婆就建议这个老公, 要多带几罐酒精, 随时消毒。 你刚刚提到了消毒, 消呢, 就是让什么不见, 什么消失。 毒呢, 就是病毒, 细菌的意思, 所以消毒就是让病毒, 细菌消失。 嗯, 你知道吗,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赶紧冲去超市, 跟大家一起抢消毒液, 抢消毒湿巾, 还好有买到一些放在家里。 我现在如果出门吃饭, 也会带着酒精, 因为我不知道外面的碗筷 有没有消毒呢? 嗯, 我们再来继续看对话, 老公如果工作回来之后呢, 他们决定在家里面居家隔离。 那居家隔离的意思就是待在家里, 避免与外面的人接触。 现在其实很多人啊, 都在居家隔离当中, 想想看, 如果每天都待在家里, 不能出门, 那真的挺无聊的。 所以很多的餐厅、商场生意越来越不好, 但是网购和外卖的生意却越来越好了。 还有啊, 现在有很多游戏机都买不到了, 像最红火的Switch。 诶, 这个啊, 我早就买好了, 还好我已经买了。 唉, 因为疫情关系, 我还没买呢, 真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嗯, 我也希望。 那我们再来看看疫情这个词, 疫就是指一些流行病, 情就是情况的意思, 所以疫情的意思就是流行病传染的情况。 嗯, 没有错, 所以要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就要好好控制疫情, 保护好自己。 只是啊, 我现在有一点不舒服, 就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呢。 我觉得啊, 你不用过度担心。 你看, 现在痊愈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嗯, 那这里说到痊愈, 就是完全好起来的意思。 例如我们说伤口痊愈, 或是新冠肺炎痊愈了。 嗯, 我们希望痊愈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少。 嗯, 说了这么多, 让我们再来听一次对话吧。 亲爱的, 领导要我后天去一趟城里。 我们这虽然没封城, 但是现在还是很危险, 你一定得去吗? 唉, 要不是因为工作, 我也不想去确诊人数这么多的地方。 好吧, 那你千万要小心, 防疫工作一定得做好, 知道吗? 那当然, 我口罩会一直戴着。 口罩还不够, 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新闻说病毒的潜伏期很长, 有些患者没有症状, 但已经受到感染了。 你放心, 我会注意的。 还有, 没事别去医院, 那儿被传染的风险高。 好, 没问题。 对了, 你再带几罐酒精, 随时消毒, 随身物品。 好好好, 我一定照做。 那我一会儿给你准备, 等你回来, 我们一起居家隔离吧, 这样对其他人比较好。 好, 到时候我们就乖乖待在家。 真希望疫情能赶紧过去。 会的, 你看现在, 痊愈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 会没事的。 痊愈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And likewise,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arners do not really benefit from beginner lessons. Therefore, this August, we will split our fees in separate fees. ChinesePod Newbie, ChinesePod Beginners, ChinesePod Intermediate, and a ChinesePod Advanced, which will be in Chinese only, with no English. So, why am I telling you that? It is because if you are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you will suddenly see podcasts ending, and that won't be because ChinesePod is no longer publishing those, but because you need to pick your specific feed. For any more information, or if you have any feedback on our podcasts, we welcome you to visit ChinesePod.com forward slash podcast. 其实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好了, 但是啊, 还有很多国家的情况比较不好。 但只要大家一起努力, 做好防疫工作, 戴口罩, 多洗手, 做好居家隔离, 相信情况一定会好转的。 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一集 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 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或是大家如果有任何防疫上的好方法, 也可以告诉我们, 我是元昊, 我是庆林, 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订阅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